4月17日,我是新增2417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 和1983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那么截至到4月17日的24时 定点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重型患者16例 4月17日,新增死亡病例3例 均为高龄,同时合并急性的关脉综合征 糖尿病、高血压、老梗、后遗症等严重的基础疾病 均为接种新冠肺炎病毒疫苗 如愿后病情加重,抢救无效死亡 直接的死亡原因由基础性疾病导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